旁邊中可以看到在這一處社區 一對男女正在棋樓滑手機聊天 這時突然跑出一名富人 將他們驅趕 雙方開始爭吵 驚動警方到場 由於棋樓是公共空間 民眾站在這裡並沒有違法 無辜被驅趕 也不想再爭辯直接離開現場 而富人聽不進勸 最後被帶回警局溝通 甚至在新北市土城移出社區 原來現場住自有貼上公告 說棋樓只能通行不能逗留 富人才因此將兩人驅趕 不過附近其他住戶則表示 會貼上公告 是因為過去有街友會來到這邊逗留 如果其他民眾想要聊天 其實不會特別驅趕 比較多這回禁引發爭議 後續也有警方協助調解糾紛 然後就變成這樣 然後就變成這樣子